好,我們來做幾個題目 就是二元一次式的化檢 那化檢其實有一個步驟很關鍵 就是想辦法把這個括號把它去掉 我們先來看一下右邊 去括號的法則 基本上是這樣 就是說你如果括號前面是正的 基本上它就不會變 它就是直接把括號去掉就照抄就對了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你可以這樣想 正正得正 正正得正 所以它就是它不會變 遇到正就不會變 那這個AA前面沒有寫符號 沒有寫符號就是正正正得正 再來正負得負還是不會變 可是如果括號前面是負的就會變 請看一下 負正得負 負正得負 所以變成負A-B 那這邊也是一樣 那這邊也是一樣 負正得負 那再來負負得正 那如果說遇到數字的怎麼辦呢? 請看一下 2X前面沒有寫符號 沒有寫代表是正 負正得負 那再來負正得負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第二個呢 2X前面沒有寫符號 它就是正 負正得負 再來負負得正 再來 這個負負得正 正2X 那寫在最前面的正可以把它省略 負正得負 那你可以這邊可以叫做2X-3 好,再來負負得正 那就寫2X 負負得正加3 好,就是這樣子的 這個叫去括號法則 那你只要把去掉 括號去掉之後呢 就可以把它合併了 首先第一個 請看一下 負負得正 負負得正 負正得負 那正能不能合併呢? 你看喔 這邊是X項 這邊是Y項 這邊是常數項 都不一樣 不能合併 答案就是它 第二個 負正得負 反正記得 兩個一樣的相成或相除的時候呢 它就會變正 負負得正 正正也會正 那如果說一個正一個負 相成或相除 那它就會變負 以負以正也是一樣 它就會變負 這是符號的一個運算的方法 負正得負 負正得負 最後一個 負負得正 加一 那這個一樣 也沒有辦法合併 答案 這個就是答案 第三個 我們把兩個括號去掉 括號前面沒有寫 沒有寫就是正 正的直接照抄 好 這邊括號前面也是正的 正的直接照抄 然後呢 老師建議你 把每一個呢 這個 圈圈把它圈起來 然後呢 你可以把這個 一樣的 同類的呢 把它寫在一起 比較好證 加4y-3y-2-1 好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這樣來合併喔 3x-2x 就是x 4y-3y 就是1y 2加1 就是3 最後答案 x加y加3 第四題 括號前面沒有寫 沒有寫代表正 直接照抄 好 再來後面 遇到減了 這要注意了 負負得正 負負得正 負正得負 一個一個把它圈起來 好 把一樣的 同類的呢 把它寫在旁邊 3x加2x加4y加3y 加2-1 那這時候呢 可以同類相合併 3個x加2個x 5個x 4y加3y 7y 2-1 1 所以最後答案是 5x加7y加1